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入更多受众视线 高排名内容门槛越来越高 据调查数据表明 在YouTube平台平均每分钟有35小时长度的视频内容上传 因此YouTube的门槛越来越高 没有一块好的关键词设置 即使很好的内容 进入受众视线的几率也会大大降低 同时 在设置关键词时 我们要明确两个目的 第一 让用户搜得到 第二 让用户想点击 这需要在标题 摘要 关键词 以及详细描述等 里面都用合理的关键词进行设置 只有关键词完成合理设置 才有机会达到排名 曝光 精准引流的效果 如何寻找 正确的关键词 一 使用YouTube Suggestion 在YouTube视频平台 发布内容最强大的推荐 来源于它们自身的搜索引擎 正如我们选择 做Google的时候 会用到Google Suggestion 选择做Pinterest的时候 会用到Pinterest Suggestion 通过YouTube给出的建议 来设置我们的关键词 将更有助于获得推荐 二 使用付费工具 来获取YouTube的搜索数据 给大家推荐 这个查询工具 一天可以三次免费查询 Rank从1至10 以代表这个关键词 在YouTube上面搜索频率较高 也是比较流行的 而时就表示有较少 有人搜索这个内容 从用户角度定位 我们应尽量选择用户搜索偏多的结果 这样才能更大几率展现我们的视频 工具地址 付费工具相对来说 更好操作 比如 HTTP Keyword Tool IO 此项工具操作 起来很简单 还能看到实际的搜索数量 在完成关键词研究后 我们还要将关键词布局到视频里面 然后你会发现 还需要填写Tag 标签 有时候 这是很多人 都容易忽略这一环节 认为标签可以 随便填一些关键词进去 但事实上标签的设置 也会影响你的视频排名 三 使用ToBeBuddy插件查看竞争对手的标签设置 安装完插件后 然后在浏览器上面 会提示你要链接到他们的channel 完成链接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YouTube网页里面 看到Buddy Panel了 功能非常强大 然后我们随意打开一个视频 点开标签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视频究竟引用了哪些 其中绿色标记 表明此标签 是该视频的主关键词 解释影响排名关键因素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标签 放到我们上传视频的标签里面去 收集完 keyword 关键词和 tab 标签之后 我们就可以设置一下自己的视频了 搞定以上设置后 我们还没完全结束 在实际操作上 我们还应规避一些关键词误区 如何规避关键词设置误区 一 不将视频关键词和网页关键词直接套用 很多人习惯性将网页的关键词放入到YouTube上面 这是做YouTube营销的误区 因为在视频上用的关键词和我们网页的关键词 两者有着较大的出入 并不完全可互相套用 比如一个人想搜索野外求生的视频 他更可能会搜索survival guideswildness 而不是how to survive in the wild 有些关键词在谷歌上面有近10万的月搜索量 在YouTube上却只有不到100的搜索量 所以错误套用的关键词设置会极大影响你的视频曝光量 二 标题形式不能过于单一 要有吸引力 在使用YouTube之前 不少企业都在使用阿里巴巴进行营销 长期形成的上传信息套路 在YouTube上形成了水土不服 标题形式过于单调导致从标题这一关就损失了很大的浏览量 因为大家只考虑到标题中如何设置关键词 而忽略了标题本身的重要性 作为视频营销者 我们必须在设置关键词的基础上 更加注重如何设置一个高流量的标题 否则客户看着你那毫无吸引力的标题 根本没有点击的兴趣 再好的视频内容也发挥不了作用 三 不要忽略摘要的概括作用和引导性 除了以上设置 一个有吸引力的摘要也扮演着关键角色 我们需要有目标的进行设置 摘要并非是把视频内容概括出来 而是根据你的视频内容进行合理表达 你要是一句话把视频概括完了 那大家为什么还有浪费精力去点击你的视频 摘要描述就必须带有引导性 既有精彩内容展现 也必须给人以一种意犹未尽 想点击视频的冲动 摘要部分一定要能非常精炼的浓缩提炼出来视频的G点 告诉用户他们为什么要看你的视频 容量展现 enseñ晓尔 不见面